大家好,今天想和解答大家說一下我轉季冬天使用什麼護膚品 因為我轉季,尤其今次皮膚轉得特別敏感 所以我轉了很多護膚品,以前冬天使用的護膚品 但要用低敏性的護膚品,而且要夠滋潤 10月11月開始天氣轉,皮膚都出了很多疹感,但很薄,不會太紅 有些疹感,之後我轉了所有護膚品 轉了一些比較溫和的,全部都是敏感皮膚適合用的產品 有Visio Gel,Captophil,和萬秀雷敦那些也有的 然後還有這款的 到現在天氣已經超乾了,我再轉了一些比較滋潤的 即加了一些滋潤的奶油去繼續用,也是OK的 如果皮膚很敏感的人都適合可以聽 或者你剛剛轉天氣皮膚不適應的話 都可以用這些產品溫和你的皮膚 那我想先說這個霜霜 就是剛剛在iHerbs買回來的霜霜 叫Aveno還是Aveno,我不知道怎麼唸 是一個BB用的BB系列品牌子的霜霜 我買了它的霜霜霜,因為比較滋潤 這個霜霜霜霜也不錯 大大瓶,8瓶226g,價錢不算很貴 一百多元已經有 就這麼大瓶 這個是給一些輕微濕疹用的都可以的 而且它比較滋潤 適合現在冬天用 厚身的,所以我只晚上用 這個非常好用 其實我是想試一下它的霜霜 它的霜霜霜和霜霜霜 它最有名是它的霜霜霜 就是用濕疹、敏感皮膚用 是非常好用的 它另外有一種是專用濕疹的 因為我現在濕疹已經好很多了 我也有自己的霜霜去塗濕疹 所以我只買了滋潤的皮膚霜去使用 可能遲些我買了它的霜霜 身體洗澡和濕疹那種 我可能會試的 因為現在再冷一點 我的手肘都開始出濕疹 所以我會再買回來試 再分享給大家的 另外三種我也是在香港買的濕疹 Lotion 這個是Captifil 這個也很有名 我只是在萬寧買的 它有名是 臉和身體都可以塗 它是超級保濕的 我這款是化妝前都可以的 不會太潤太黏的 普通只是保濕作用 沒有什麼鋼紅和舒緩 這款是保濕的 另外Visio Gel 我買了兩款 一款是鋼紅的 皮膚泛紅和敏感 非常有用的 我用了唇膏 之前是紅得很厲害 現在還有的 但之前是紅到 嘴邊都會掉了 濕疹爛了 然後脫皮和很紅 現在就可以了 經常要塗 這款是鋼紅和舒緩 和很乾的皮膚 可能是脫皮的皮膚 會有效的 這是Clammine Refill Face Cream 這款是晚上的 另外我買了她的 daily moisture cream 即是普通保濕 洗完澡 可能皮膚很乾 皮膚又比較敏感 所以用這個品牌會比較好 就是這樣 這四款就是我 專天氣皮膚很敏感 我會用的 其實如果你真的很敏感 我都盡量不會塗太多東西 在臉上 可能噴一下 Rose Water 我已經夠了 不想太保濕 太潤 另外先說了Rose Water 這款也是iHerbs買的 它是240ml 是化妝前噴 化完妝後再噴一個定妝 保濕 還有晚上擦霜前 我都會噴一層 這款是很淡香的玫瑰味 花味 也是在iHerbs買的 沒什麼特別 這個 如果說到另一個濕疹的 我會用這個 日本萬瘦雷精的AD Cream 這款是用的 是為濕疹用的 即是為舒緩皮膚 可能手肘 身體有濕疹 你用這個就可以 都用了很久 其實我這個很久之前已經用了 因為以前手腳也有濕疹 現在就變了嘴和臉也有濕疹 所以這個臉和新茶都可以 這樣 Cream狀 另外說到其他比較滋潤 保濕成份高一點的Cream 或者去精華 先說了The Ordinary 這兩款 其實我都用得很快 這個我已經用了半瓶 一個月 我只是晚上用的 這是她的B5 Gel 算是The Ordinary最保濕的一款 比較保濕成份高一點 而且不會太黏 太香料刺激 因為我用她另一款 美白的Vitamin C Cream 皮膚是很膩的 然後我不小心塗在嘴角 然後我的嘴角是紅到 紅又痛 所以那一款我已經沒有再用了 用這個B5 Gel都可以的 保濕成份高的 而且是The Ordinary的黃牌產品 比較多人用的 另外就是剛剛才開始用的 Rose Hip Seed Oil 其實以前是用其他品牌的Rose Hip Seed Oil 現在就轉用這款 混合這兩款 因為這個油的話 我不會直接整面塗的 我多數會混在精華裡 混合它一次的 擦上面會比較好 可能一泵的精華 再加兩三滴的Rose Hip Seed Oil 已經夠了 就是這款的Rose Hip Seed Oil 其實我用了她一個禮拜 現在皮膚來說 是乾性皮膚 而且容易脫皮 總括來說都OK 不算太潤太黏 但是可以接受 保濕成份都OK 就是這兩款 這兩款都是如果你要買The Ordinary 產品必買的產品 其實我想試她的咖啡因眼霜 但每次上網訂購 看的時候都是沒有貨的 如果大家知道哪裡可以買 上網買也是便宜的 而眼霜來說 我在iHerbs買了這款 這是一個Firming眼霜 因為以前我不太注重 擦眼霜 但尤其是對戴膏的女生 眼霜是必備的產品 你經常擦 又擦戴膏 又脫戴膏 會弄到眼紋出來了 現在眼紋已經出來了 所以要多些擦 Firming眼霜 去眼紋的產品 黑眼圈來說 我不算太嚴重 所以沒有很刻意去黑眼圈 用去黑眼圈的產品 但現在會用Firming 去眉保濕的產品 買了這個 這個蠻好用的 比較黏身一點 但化妝來說都OK 不會起粒粒 而且是比較Smooth 沒有其他眼霜 那麼稀 好像塗了都沒有 這個蠻好用的 而且價錢又不貴 iHerbs iHerbs 其實護膚品都蠻有名的 除了Supplements之外 Supplements 以及一些男生的 叫大隻奶粉 都蠻有名的 另外它的護膚品和家品 都蠻有名的 很多東西買的 護膚品最有名的 是這個MAD HIPPO 這個系列的產品 其實它有很多款 我只買了它 美白成份的 霜霜 其實它這個美白 是最有名的 而且經常沒有貨 上次剛好做了8.5折 我就買了來試試看 它也不算便宜的 就二百多元一枝 這個精華 就是30ml 我只是晚上用的 因為早上保濕 我最主要只會用 Rose Water 然後用棉花上一個 Toner 這是肌底液 韓國買的 另外我塗上眼霜 還有 再用Innisfree 這個綠茶的Serum 之後再塗上一層 First Aid Beauty的霜霜 之後再塗上 Base 再塗上粉底液 這樣妝子會比較貼 而且不會太乾 這是現在冬天我唯一用的美白產品 因為美白產品比較乾 冬天來說 就要選一些高濃度的美白 精華去使用 夏天來說 美白精華我只塗上兩款 冬天我只塗上一款 所以現在選了這款 因為它的濃縮度很高 而且美白成效都很好 所以試試這款 之後再講兩款 兩款精華和一款Creme 一款是極潤這個 極潤系列來說 這個金色是最好用的 以前白色和藍色 就太... 我中學開始用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金色是最好用的 最保濕 而且我只是冬天才會用 因為它真的很滋 你看它的精華其實也很濃的 很濃的 也挺濃的 而且這款是最滋潤的 我不知道現在新出的有多滋 但是如果白色和藍色 忘記了深藍或淺 好像有分兩款 而且金色來說 金色是最好用的 而且最保濕的 我只是冬天會用的 有時候我會用棉花敷這個位置去保濕 而且額頭 即是當一個面膜 它用會比較好用的 另外這個FIRST EIGHT BEAUTY 這個... LOTION 也不用介紹 其實也是一個比較保濕的Creme 我化妝之前用都可以的 而且 還有一些敏感皮膚用來講 都算不錯的效果 這個... 另外就是LANEAGE WATERBANG 這個Ultra Moisture Cream 是一個超級潤的Creme 只是說明超級潤 所以一定要晚上用的 其實它的Creme 是比較厚一點 高撞一點 是超潤的 塗了上面 好像塗了一層膠 一層膜在臉上 會很厚的 所以就一定要晚上用 而且我不會天天用 隔天用已經算OK的了 最後講到洗臉 洗臉我轉了這隻CALOS的Ultra Facial Cleanser 其實也有名的 這隻最基本的LINE的洗臉膏 比較潤身一點 而且是稠身的 你用一輩子都可以揉到很多泡 而且很黏身的 這個洗臉就OK的 我也是晚上用的 隔天用 最後就想說兩個Creme 和Lotion 一個就是Hand Cream 這個Hand Cream 其實我覺得它比較不會黏身 不會很黏 很絕 我不喜歡那些Hand Cream 潤的那些 我不喜歡它太厚太黏 好像夾在手 而且我按電話 會按到手 按到螢幕很骯髒 所以我就選了這隻 這個來講都算OK的 另外的Body Lotion 之前說過我在Gmarket買了這個 其實它是一個超香的Body Lotion 它跟Jo Malone的香水 我忘了什麼味道 就是一樣的 它是Pure and Rose 味道 這個 其實它是一個330ml的Lotion 但它價錢是 不知70元 或60元左右 很便宜的 我就買了三支 這個是超香 而且 不算超潤 但是超香的 有時候我會混合一些Rose Heap Oil 一起塗在腳上 因為現在天氣真的很乾 我會用這個方法 令皮膚更滋潤 這個很香 很香 冬天來說 我最主要是用這兩款 一款是黑色台灣面膜 一款是黑色台灣面膜 這款 奇拉朵 黑色海藻保濕面膜 就是這款 另外就是 韓國的Hytro Hilo 不懂得讀 總之是保濕成份的面膜 這款是最好用的 我覺得它比較貼面 而且比較薄 比較薄一點 而且精華都算適中 不會太薄 黑色這個 其實它有海藻成份 就是比較溫和一點 而且也是保濕成份的面膜 溫和來說 兩支差不多 我比較會 一個禮拜敷兩三次面膜 晚上的時候敷 這兩支 一支就是黑色這個 另一個就是Edit House這個 就是這樣 今次的分享就是這裏 下次我會在Gmarket 訂購這系列 不是所有的 其他的霜 如果真的好用的話 我就會出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不同系列的產品 不同款的產品 有什麼不同的功效 今次的分享就是這裏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不知道 我會跟你們三支 都知道 進來 會打得到 看不要開 每一支 都不太 都不太 打得到 不知道